欢迎来到我的励志独家声音节目 李希侃 侃侃而谈 在这里和你们分享我的成长 大家好 我是SKY李希侃 很高兴你们入约而来 之前回忆了我17岁的经历 不由自主地会想到更小的时候 一件记忆极为深刻的事情 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在我很小的时候 家里有给我安排一些钢琴课 音乐课 包括还送我去舞校 学跆拳道 但是当时不是说很喜欢这些东西 都是学了一点就没有了 后续 小说也不懂事 但是运气挺好 记得有一次参与了 当地的海选比赛的时候 我应该是8岁 当时大家也都是抱着重在参与 就想让我试一试锻炼一下胆量 结果没想要在800个人里面 脱颖而出 并参与了我人生的第一部剧 现在想想的觉得很神奇 第一次拍戏 所有的一切 镜头灯光台本演员 陌生又神奇 记得我还被导演骂到 哭得稀里哗啦 总之 每一次出体验对我来说 都是很新鲜很好玩 也从那时候开始 我对演戏 对镜头 对舞台 萌发了浓浓的兴趣 与极大的好奇 可以说 八色这一场经历 是我在成长过程中 最为意想不到的一件事 就好像梦想的光突然 突破了云层 照到了你的脸上 就像聚光灯 打在了自己的身上 看清了未来的样子 小时候嘛 还不懂那么深耀的东西 就只知道 我喜欢这个 我还想做这个 不定的性子 也能安定下来学习 连带着父母都会觉得 我好管了很多 你们成长过程中 觉得最意想不到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给你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到评论区分享给我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